本文游色电影原创,九蛇TV,听说,最近有部关于中国人的电影称霸北美,不是功夫片,没有大明星,这听说是真的,可惜,在国内,关于这片的报道聊聊,为什么,色特意邀请独蛇北美小分队队长Ad小皮球跟我们聊聊他,这才是开学第一课, 我是小皮球出场的风格线,中国我是沉睡的巨人,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电影一开场,出现的便是拿破仑这句,关于中国的名言,必须承认,这部关于华裔故事的电影横空出现,但好莱坞震惊不已,要知道,自1993年第一部好莱坞水准,全亚一阵容电影起伏会后,他创下多项记录, 25年收布好莱坞纸片场级别全亚一电影,好莱坞历史上,与好莱坞的亚一群体,更加挤足轻重,比起黑人朋友每年都有好几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电影, 25年才有这么一部亚裔电影,实在太过微薄弱小,可惜,这个沉睡的巨人,还没站起来,就已经被自己手脚缠绕, 我听到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那亚裔们的批评声,没有代表性,新加坡华人超级富豪,怎么能代表所有华人,寻找不准确,一部关于华语的电影, 却尤其他亚洲演员扮演,价值观有趣,美国的自由文化,凭什么打败了亚洲的家庭文化? 这些批评不乏道理,但当你以前这状态对别人指指点点时,也请别忘了,这只是一部两小时的电影, 它只能讲出一个故事,只能刻画一种环境,只能描绘一次梦境,正如一个巨人无法紧用一个大拇指让自己站立, 假如整个亚洲文化和价值的展示,都寄托在一部电影上,它一定不伦不类, 女主吴田云的这个回答,值得我们深思,对于那些觉得自己没被别人看到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很快找到一个,能代表你们的故事,我们并不都一样,但我们都有一个故事, 这也是我不承认《摘京奇缘》,是多好的电影,但仍想为它鼓掌的原因, 一个巨人真正的站立,是先让身体的每个局部都慢慢觉醒, 从手指,到手掌,到手腕,到手臂,去撑起身体,再从腿脚开始依次发力, 只需要身体的每个局部长时间的互相配合, 只需要各自组织的关心,扶持和包容取舍, 一点点来,才有可能站起来,在我看来,摘京奇缘,不是养尊处优的圣徒, 他是渴望被世界接纳,又不愿被报价的俗众,但也是长大后,我们越发清醒, 多少罪恶与圣徒之名,而即使身为一个俗众, 只要脚踏实地,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所有电影原创, 微信ID, DUCHA TV, 第一部全亚裔商业大片, 还是一部爱情喜剧, 它叫摘京奇缘, 更直接的翻译是, 疯狂亚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ns, 摘京奇缘这个中文名, 真的不会让人觉得是奥运会励志电影吗? 自8月15日北美上映以来, 摘京奇缘一路口碑监品, N7.7, 那般其新鲜度93%, 苛刻的影评人在Metaskory上给出74分, 票房更强劲, 连续两个周末称霸北美票房冠军, 上映不到半个月累计票房超8000万美金, 妥妥的, 名利双收, 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一个浪漫老套的爱情故事, 女主角瑞秋楚, 一位年轻的纽约大学女教授, 要和他的男友尼克扬一起参加新加坡最好朋友婚礼, 同时, 这也是尼克第一次带女友见家人, 在瑞秋眼中, 尼克时低调普世男, 平时表现几乎满分, 唯一奇怪的是他从没透露过任何家人消息, 直到他上新加坡之旅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了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过去只存在于道听途说, 超豪华头等舱接纵服务, 浮夸到炫目的海洋货轮单身派对, 豪华古典又隐秘的超大釜底, 没错, 他的男友来自新加坡最富有, 且德高望重的大家族, 简而言之, 新加坡哈里王子本哈里, 那瑞秋就山基变凤凰了吗? 不, 山基变凤凰只是一个段子, 但我们都知道, 段子都是过滤了残渣的生活, 在瑞秋实现阶级突破的路上, 他要面对的障碍, 太多太多, 不好世界的规律, 不好世界的脾气, 不好世界自以为的责任, 这一切都化作, 站在每个富豪家族面子金字塔塔间的皇后, 男友的妈妈, 未来的婆婆, 爱丽诺扬, 说到这, 你应该看出摘金奇缘的无趣, 这种故事, 低调贵公子, 个性贫民女, 富豪大家族, 腰钻准婆婆, 在我们看来看来, 不就是美国小时代, 在美国看来, 不就是亚洲拜见月母大人, 北美影评人最狠度, 他是老是搞笑喜剧, 爱情喜剧和音乐剧的完美合体, 不仅外国影评人不待见, 挑剔的中国观众也吐槽, 这部电影只是亚洲元素浮于表面的堆砌, 故事背景换成任何国家, 种族, 和文化, 没有任何问题, 但, 那又是什么让他成为爆款的, 与其黑白分明的批评, 不如试着追问, 他成功的原因, 追得越深, 我发现, 他被嫌弃的, 正是他被追捧的, 他不是一部为影评人, 甚至以迷而生的电影, 他的目标, 是观众, 再进一部, 是美国华人观众, 北美以外的票房不到百分之十, 摘金奇缘就是一部踩着美国华人接点跳舞的电影, 首先无法顾示的是他的全亚裔阵容, 要知道这么多年, 好莱坞的洗白现象, 让白人演员扮演非白人角色, 对于亚洲角色可是毫不客气, 斯嘉丽在功课机动队, 中扮演日本人草制素子, 第二大扮演习一博士, 中西藏法师古一, 贾斯汀查特温在汽龙珠扮演少年孙悟空, 而在今奇缘从演员阵容, 主创团队, 甚至到小说人注, 无一例外, 全是黄皮肤和亚裔面孔, 他的原著是销量百万的原著小说, 疯狂富豪翻部曲的作家, 新家, 破译作家光泰文, Kellum Quinn, 他的导演是指导过好莱坞商业大片, 今天摸到团2, 特种部队2, 五出我人生, 系列的华裔导演组号本, John Hill, 他的演员, 号称要召集一个亚裔演员的复仇者联盟, 这个阵容显然是经过多方面算计, 达到性价比的极致, 女主, 华裔女演员吴, 前名Constance Will, 曾在热门美剧初来驾到, 终飞演一位在美国打拼的华人家庭妇女, 作为瑞秋最适合的人选, 因为等级问题, 剧组为了她延后了五个月开机, 而她也带来自己职业生涯最满意的表演, 男主, 饰演尼克扬的是英国及马来西亚裔的亨利·戈尔丁, Honey Goulding, 她只有记者和主持人的经验, 没有任何电影作品, 但如然有精切的气质, 让她数十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而, 饰演尼克扬母亲埃利·洛扬的, 是我们在熟悉不过的杨子琼, 她接受角色时曾表示, 我一直在等下这样的电影出现, 我多么希望在我刚入行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机会出现, 但重要的是, 她现在来的正是时候, 除了主演外, 配角们更是来自各个影视剧, 中优秀出产的亚裔演员们, 华裔演员中, 从出演过末代皇帝, 中慈禧太后的老戏古卢演, 到美剧鬼谷中扮演动迪华人工程师的欧阳望成, 以及在美人际, 瞒天过海, 中扮演神头首的欧甲菲娜, 甚至还有宿罪系列最让人恨复的周先生, 含义剧演员正肯, 机械机中展示艳丽舞蹈的鸡鸡仆人, 日益演员谁也索磨呀, 如果说在过去, 傅满洲, 李小龙, 甚至成龙, 都是西方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亚洲角色, 那宅经起源的价值或许在于, 依次性对外输出了如此丰富的亚洲面孔, 亚洲人不仅仅为索, 亚洲人不权势落后, 亚洲人也可以开启美国玩笑, 你知道吗, 原来美国还有穷人呐, 你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是一个美国人, 宅经起源的本质就是一个宣言, 正如黑豹之鱼飞鱼, 它的意义也大于电影, 它们都带有镀金性的虚构, 黑豹瓦凯达的黑人社会站在世界的顶端, 拥有最先进的科技, 最安逸的生活, 宅经起源展示另一种家族新往, 结合友善, 视野放开了亚洲贵族形象, 这么多年, 面对传统好莱坞白元, 至上主流文化的冲喜, 无数非凡的亚裔导演, 朱里安, 温子仁, 林逸斌等在好莱坞的商业地盘占据一席之地, 无数优秀的亚裔演员, 如赵约翰, 黄凯雄, 凯丽玛丽琛等在大荧幕上, 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青睐, 以及好莱坞高层们对于亚裔文化的越发重视, 如华奈兄弟新任总裁兼CEO凯文师元, 成为好莱坞令大电影制片场, 的第一位亚裔总裁, 致力让发嫁更多亚洲文化的电影, 即便有以上天时地利人和, 直到今天, 也才有一部摘金奇缘, 所以他的成功与否, 对。